閒尋居家檢疫失聯者 圖文並茂第三PO 黃色大字 胡錫妍三字 北部公布姓名沒再客氣 柯文哲料橫話 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你 北市府夏令一定要找到胡錫妍 就是因為她12號 從中港澳入境的時候 填了假資料 導致現在都找不到人 而未來北市府也會配合中央的政策 除了衛福部給的公務手機 要開啟定位之外 在居家檢疫者的個人手機 也得開啟定位服務 給今天幫倒垃圾兼送餐 生活所需樣樣顧及 卻還是碰上居家檢疫者 填假資料片片片 北市警局坦言人還在追蹤 柯文哲本專果斷點名 附上中英對照 甚至外出我會去找你 找到你然後裁罰你 就是北市府有找你嘛 接收到就是她失聯 我根本不知道啦 因為李幹事才知道 你們不是有在追蹤一些居家檢疫者 昨天新聞有講 胡錫妍 那想問一下 因為李幹事好像 是不是都是你去關心她 我還是同意由我們公署 自己來回答你們 我們都有摔落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全球拉緊報 台灣確診累積26例 面對居家隔離 檢疫者從中央到地方 統統不敢大意 也寄出SOP 從大陸返台國人需填寫資料 由中央將電話地址 發給民政局 再轉給各縣市區公所 再由李幹事或里長 負責聯繫遭居家檢疫的對象 關心身體狀況 上午下午打電話 但時間不一定 沒有接通登門找不到人 就會立刻通報 叫你乖乖在家 你就給我乖乖在家 先用勸導的 不行就開始罰錢 一萬六萬七萬開始 再不行就真的要必利手段 必要時期祭出必要手段 居家隔離檢疫者 中央表明違反規定 趴趴造最高處百萬罰還 全民抗議首都市長更得拿出魄力 防堵疫情確保萬無一失 記者詹長城問文宣 台北報導 請問文宣